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集的萬迷早晨節目 首先要恭喜我們男子隊和女子隊 分別以3比1擊敗對手 晉身足總盃的四強賽事 女子組較早時間 已經3比1贏了Louis這球隊 我們男子組也正確 我們3比1贏了符涵 這節當然是拍打把角度 首先跟大家說說 今天的設置有點特別 9點鐘會有一條片 關於一個新的嘗試 大家記得留意 10點鐘就選最佳球員 這場球 老實說 這場球的打法上高真是一般 但也有點經驗地進級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條片留言 提名4個你覺得可以值得成為我們最佳球員的球員 今晚再說一次 9點鐘會有一條片上了 10點鐘才選最佳球員 說回這場球 老實說 大家有看的都知道 踢得真是一般的 有一點點幸運成份 尤其是這場球主要在69分鐘的一個轉捏點 才令到我們贏到球 首先說出場陣容 迪基手籠 中堅是麥加亞配著馬丁尼斯 華拉尼說受傷 左邊蘇爾 右邊雲比薩卡 中場基本上是由薩比薩和麥湯 但去到後半段 班奴都已經退了下來打中間 退後一點點 然後前面是新組右邊 福仔左邊 前面最前是韋賀斯 說真的 上半場踢下去 富咸絕對是一個針對性的部署 就是兩邊斬球過來 而中間 米祖維治 正式 說真的 英超來說是一個很少有的 正宗九號仔 一個重要 頭材很厲害的球員 這場球其實發揮得不錯 所以上半場基本上 我們控球率是有的 不過在自己後場那裡控來控去 就不是很 破到對方的壓迫之下 其實一開球 他們已經不停在兩邊出球 是拿到很多甜斗的 一開球右邊出球的時候已經是 拿到幾個角球 在8分鐘的時候 韋利安 在頂球的時候 說真的 他就沒有要頂 就去找手肘頂一頂 班奴的肚腩 所以 其實旁邊 令到 班奴就疑似受傷 說真的 韋利安的老鬼 很會玩這些東西 下半場也因為他 而令到富咸有個優勢 我們也是靠反攻的狀態 12分鐘我們有個反攻 福仔給了韋賀斯 但是韋賀斯說真的 他在禁區邊 就硬射射射得不漂亮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還不再嘗試 去做多一點組織 這個有點覺得 不是那麼理想 13分鐘就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出現 這幾場報道也有說 我估計都是因為 累和狀態不好 經常滑腳 馬天尼斯被對手 逼脫了球 即是 直接是有少少 被對手 轉身後就過了他 然後他就滑腳追不回 然後 在中間那裏 麥加亞本來保住中間的時候 但結果有滑腳 幸好在傳中的時候 薩必薩回來 補位 踢走了球 又再輸了角球 然後我們的反擊時候 彭尼娜技術犯規取了王牌 然後到20分鐘 我們麥加亞 在禁區 湖爐頂對出少少的時候 因為慢了 就強硬踢跌對手 這個球就給了王牌 我自己覺得 罰球一定是 但是不是王牌呢 我自己也有針著餘地 不過這樣麥加亞就拿了王牌 然後 22分鐘到我們 福仔在左路 傳了一個多漂亮的傳中球 進去中間 但是很可惜了 薩必薩 衝進去的薩必薩 以及本身在得位的韋賀斯 都是拋不到這個球 可能前了少少 或者他們慢了少少 然後到了30分鐘 對手 亦都是在左路 這次進攻左路 全球斬過了 Mitrovic 他們的射手 也是正宗9號的球員 頂高了 亦都說真的 以上講那麼多的 傳中球 Mitrovic頂球已經有 賣下一個伏線 然後39分鐘 我們的進攻 Buno給了個球 Sabisa 一射 這球球射得挺漂亮的 對手的龍門 Lano 第一時間打手 怎樣擋出來 接不到 亦都賣下了一個 我們贏球的伏線 去到46分鐘 整個上半場 我覺得這個組織是最漂亮的 保時的1分鐘 馬天尼斯 長球給了韋賀斯 韋賀斯印了球給新組 新組 一傳中 給了 入攝的麥湯 可惜這球球 被對手擋出 說真的 整個上半場 我們都打得一般 尤其是 對手Mitrovic 簡直就是 可以控制了 節奏 令到我們 不太 撐得住 好了 下半場 一開 亦都是 說真的 我們防守做得一般 對手亦都是 不停地用兩邊製造一些攻勢 但這球入球 不是兩邊 原子 就是 麥加亞 嘗試在中間清走 做球的時候 省到對方的球員 就 rebound 之後 過了 雲比薩加 保不了位 對手拿著球 一射 就是 韋利安 sorry 是韋利安 接著就給了個球 Robinson 對手的守衛 上了前 Robinson射球就一般 所以就被我們擋出 輸了個角球 接著角球開進來 輾轉去到 韋利安 韋利安在20多馬上 一個很漂亮的射球 被迪基擋出 再角球 結果 這球角球 一開出來 前面 改變了方向 之後 Mitrovich 就在 陸馬區 一射旁旁 有一點撿雞的狀態 老實實 這球 延續幾球球都是我們 清不了球 而對手也組織得比較漂亮 所以導致我們輸 1比0 然後我們也有反撲的情況 53分鐘 就是 馬天尼斯 交球給韋賀斯 又是找到韋賀斯 韋賀斯印給福仔 福仔就給 Buno Buno在大約禁區入少少的情況 一印 就印了球出界 射不正 所以我們都不是完全沒有反擊之力 但是你看到 我們上半場一直都組織不了 導致下半場 我們已經由中堅發動 馬天尼斯 兩球都找到韋賀斯 造成一些威脅 然後57分鐘就作出一個調動 輸了1比0 都要薄了 換走麥湯就換入Anthony 嘗試福仔和韋賀斯打正前 左邊就是這個 新組右邊就是Anthony 嘗試做一些攻勢 Anthony換進來 亦都可以說是一個 非常之有用的調動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去到65分鐘 就差點輸球 差點輸球的 為什麼呢 就是一個 帆尼納 一個佛球 就斬過去 結果就是 Mitchell 一頂 幸好呢 第一球 迪基亞撲出 第二球 亦都是 迪基亞撲出 變了一個角球 幸好呢 就是這個 頂不入 最後 到了69分鐘 這場球最大的轉捩點 亦都是跟Anthony有關的 就是我們一個反擊 結果球給了Anthony Anthony含迴疾走之下 非常之靚 給了新組 新組這球球也都相當冷靜 處理得要賺一賺 他連龍門都吸過了 對手有一個守衛 回來想 攔截攔截不到 吸過龍門之後 他就面對著空籠 但是這球球 大家看到 雖然新組也射球 但新組常常都喜歡 躺射 不喜歡 Bang 亦都令到 韋利安走到回來 補到的位置 把當我出界 我初初以為 真的要罵新組 當我出界 但是在慢鏡的時候 就看到 韋利安 原來伸了手 其實一射完之後 韋利安都已經承認了自己有用手 但是不停把手 放在自己的肚腩位 就說 不是呀 我沒有勾出來的 我放在肚腩位 但是 VAR一看的時間 就看到 韋利安 原本 真的把手放在肚腩位 但是由於新組 其實射得漂亮 他射 射不中 韋利安 但是亦都因為 韋利安 有一點 自然反應 把手 本來放在肚腩位 將他伸在前面 亦都 實際上是因為 韋利安伸了手 才擋走 新組的球 但是 整件事 非常有趣 當然 VAR 查到 韋利安 用手 伸手 擋走 必然 12馬加 紅牌出場 但是這球球 誰知道 引伸了 三個紅牌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 韋利安 新手擋紅牌 然後 球證 跑去看VAR的屏幕 一跑去的時候 Marco Silva 就跑去衝動 不知道跟他講什麼 球證還沒看VAR 已經拿了紅牌出來 趕走Marco Silva 這個 原本不是第一張 但現在變了第一張紅牌 趕走他們的領隊 Marco Silva 看完VAR之後 就當然了 真的見到紅牌 就舉紅牌 趕走 但是同一時間 Mitrovich 對方的射手 就在他旁邊 結果他一手 推球證 然後繼續 不停的投訴 說真的 我們上一次 Bundo那一球 你已經說了 其實你推球證的話 很容易會拿紅牌 結果 這場球證 也給了一張紅牌 給Mitrovich 所以 一次過 三張紅牌 包括領隊 Marco Silva 包括 手球的球員 惠利安 以及 推球證 的球員 Mitrovich 所以 我都要講 上一次 Buno 沒有被追溯的原因 兩個原因 第一 因為 他碰的 龐正 球證沒有做即時反應 龐正 也沒有作出即時投訴 還有 後來 竹總再看 覺得 撞到 可能是一個 不是那麼大力 總之是沒有意 所以才能走 所以各位的萬聯球員 或者其他球員 都好 其實 理論上你 拗 甚至乎 碰到球證 旁正 都已經可以構成一個紅牌的犯規 大家要留意 好了 結果 說了紅牌之後 九人應戰 都不代表你進級的 因為當時 富銜 都在贏 1比0 結果 Buno 冷靜地射入了這個12碼 導致1比1 然後 很快很短短之後 下一個攻勢 就是 索爾 給了球去左路的新組 然後就走回位 索爾再給索爾走進去 索爾出傳了挺漂亮的球 薩比薩也非常乖巧地 用後腳射入了這個球 所以 薩比薩是 為馬聯射入的第一球 你看到他非常之開心 這球球真的射得很乖巧 好了 結果2比1之後 就 差不多點定勝局了 富銜也換了很多人之後 也沒有什麼攻勢 我們82分鐘 希望穩住後防 換入 菲特 換走了福仔 打回平常的陣式 然後到了保時 其實一直都有機會 我們Anthony 或者新組都有機會 但也要去到 最後95分鐘 保時的5分鐘 費特就一個球 在前 中 那麼 對足一點點 硬進去 被 一射就入網 勁射入網 結果 3比1完成這場比賽 其實還有一些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什麼呢 這場球雖然贏 但是贏得非常驚險 第一 第二 有幾個 防守的弱點 顯現了出來 尤其是 我們接下來 國際賽賽之後的三場英超 都是沒有 卡斯美龍 這場球 正正 是一個很好的 告訴 坦達知道 我們接下來的三場 尤其是 要怎樣 組織回來 起碼在防守方面 可以倒數漏洞 而且在進攻方面 有什麼要做 所以 有一點時間 讓坦達去想想 包括兩邊出球 基本上之前我們都知道 很多時候 如果對方有一個出球的高手的話 兩邊出球是令到我們的後防 更疲於奔寧 因為我們的澤偉球員 很多時候就未必那麼容易 招架得住 最重要是中間 這場球出魯麥 其實一定程度上是對的 因為魯麥始終頭罪好一點 就能頂到 對方兩邊斬入 另外一件事 馬天尼斯 對著 一個正宗的狗號位 以及瓦罩的狗號仔球員 這個位 就真的有一點招架不住 因為其實理論上 如果魯麥拍 Mitrovic比較好一點 但是 你看到他們很聰明 Mitrovic很聰明 整天都走在 馬天尼斯的附近 令到 Mitrovic的中堅 instead of 麥加亞 就是馬天尼斯 說真的 的確在這場球 看見到有一點點不行 不過 說真的 馬天尼斯之所以有一點招架不住 亦都因為 我們的中場 是麥湯 就不是卡斯美羅 因為如果我們的中場 是卡斯美羅的話 我相信 他會幫到 馬天尼斯的手 另外 剛才說了 由於對方經常都兩邊出球 所以 蘇爾 也經常被對手引了出來 亦都導致到馬天尼斯 他顧得Mitrovic 又顧不到 去補位幫 蘇爾 前面 麥湯又給不到一個好的保護 所以 這些情況 在卡斯美羅的決陣之下 和對手有斬球 好斬球的 對方情況之下 加上有一個好的九號 就是 都被揭露出來的 這些弱點 但是當然 是不是每一隊球 都有一個斬球的好手 都有一個正宗的九號位 這兩樣東西 就要看看情況 但是 說真的 麥湯真的保護不了 後防 這是事實 我們都看到 但是最慘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下半場 也被迫著 找Buno 墮後一點 去幫忙補回這件事 說真的 這件事我講過 就是 其實在卡斯美羅 或者阿力神 都踢不到的時間 會不會是Buno 也被迫著墮後 去拿球做球 以及幫忙保護後防 其實在這場下半場 我們就看到 效果不是 非常理想 但是 給我的感覺 比麥湯好 說真的 我都講過很多次 無論是因為受傷 又是因為停賽 而令到一些 主要的位置缺陣的話 那個補救方案 一定是會 比這個正常的方案是差的 這是必然的 但是問題是 怎樣可以令到 減低的程度 去到最少 這就是在國際賽日這段時間裏 要想想 究竟我們現在的情況 譬如如果阿力神 能踢得回來 會不會又可以用到他 但是沒有卡斯美羅這幾場球 其實 在英超那裏 是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 儘管看看 阿坦克可以怎樣做到 去補救 無論如何都好 再次恭喜 無論是我們男子隊 或者女子隊 都盡身 不足重杯四腳 希望大家都可以 更進一步 甚至乎 兩隊一起捧起 不足重杯冠軍 是相當有趣的一件事 但是 我們也要保住前四 所以 記住 未來幾場英超 國際賽日之後 是怎樣去搞 記住 今晚的 設置會比較特別 就是 九點鐘 就會有一條片 新上市 十點鐘 就會直播選 最佳球員 大家記得在這條片 現在這條片 留四位 你覺得值得 被提名 成為最佳球員 OK 今次來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